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美国众议院最近做出了一份报告 说大量证据揭示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所 美国众议院的报告特别指出相反的证明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过去中共一再声称 说新冠病毒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是由于吃蝙蝠所造成的 后来又说是穿衫甲身上有这种寄生病毒 总而言之由中共制造出各种各样混淆视听的谣言 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 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武汉病毒所 负责调查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表示 2019年的9月12日夜晚 中共突然命令武汉病毒所把其管理的病毒硕据库和样本硕据库下线 迈克尔是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的领导人 他是共和党的发言人 他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了这份报告 他提出来的第一个令据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我们知道也正是在9月份 中共决定对美国投放新冠病毒 现在已经有证据显示中共当时通过特务把病毒传播到美国的七个州 但是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缓慢 然后10月份的时候中共又开始出席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的 美国和欧洲的军人运动员故意传播病毒 但是他们身体强壮 大部分症状很轻微 对于这个9月12日 这个中共突然命令武汉病毒所把数据库下线 把样本下线 中国的解释是 众多员工的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 收到大量的恶意攻击 我们稍微熟悉网络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纯属扯谎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没有新冠病毒的概念 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黑客会对于这家名不见经传的病毒研究所感兴趣 可以这么说 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类都不知道这么一个病毒所 谁会去攻击病毒所呢 知道的人又谁会去攻击工作人员的邮箱呢 难道能捞到什么好处吗 真是奇怪 而且呢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黑客群体呢 都在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三个国家 难道这些黑客会去攻击武汉病毒所吗 美国根本就不允许黑客存在 美国的黑客呢 要么都进了监狱 要么就消失了 开始做一些正当的工作 只有中国俄罗斯和朝鲜 豢养着世界上大量的黑客 因为他们要用黑客进行超限战 剽窃西方的知识产权 窃听美国欧洲的一些重要的各种各样的机密 所以说呢 西方没有什么黑客 只有这些邪恶的专制国家才会豢养大量黑客 而且呢黑客任何的大量攻击都会留下痕迹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或者俄国的黑客 对美国的设施进行攻击 事后总是被美国查出来一样 如果黑客对中国进行攻击 那么中国的四大银行 国有银行 军队 还有证券交易所等等 才应该是被黑客大量攻击的目标 但是呢 这些有利可图的目标呢 从来没有遭受过真正的黑客攻击 比如说银行证券交易所 你攻击了那是有利可图的 对不对 银行你要是攻净了 你就可以把他的钱转移到你的账户上 你的瑞士账户上 如果你要是能攻净中国的交易所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 但是事实上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众议院的这份病毒溯源报告明确指出了 2019年10月军运会 各国的选手 尤其是欧美选手 都有被感染的痕迹 这表明呢 军运会呢 是最早的感染中心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是最早的感染中心 此前我已经指出 中共通过特务在美国也传播了病毒 而且呢 这些病毒显然是故意释放的 因为武汉病毒所呢 与军运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说呢 这个有人说 哎呀那会不会是 这个泄露出来的 就是泄露出来 也泄露不到世界军人运动会上去 因为这是可想而知的 那样的一个会议 中国呢 一般来说都是高度的这个 这个保密 高度的不是 就高度的这个防守 可以这么说 连一只猫都钻不进去 病毒又怎么能进得去呢 而病毒如果是 不小心被泄露出来的 它肯定不会有明确的攻击目标 而在武汉那么大的地方 它明确指向了军运会 本身就表明 这个病毒是故意释放的 另外呢 美国呢 还有一项卫星图像的证据显示 2019年9月和10月 武汉这个病毒所 和这个世界军人运动会之间的 周围的医院的旧诊人数 明显上升了 这就类似于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 的人数呢 当时的急增 迄今为止 中共没有解释 是什么原因 其实呢 最近一次呢 这个美国副国务卿到中国呢 实际上就是希望中国认罪 他们给了中国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 下一步恐怕就 不会再谈判了 美国一旦确证中国是蓄意释放 传播病毒 对人类展开病毒战 那就要展开一系列的 这个对中国的隔离 乃至战争手段 更何况呢 新八国联军 这个月的月中旬和下旬 都将在台湾附近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武汉当时呢 曾经有五名外籍人员 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运动员 症状比较严重 他们到附近的金银潭医院就诊 但是这个金银潭医院呢 却一口咬定 他们是患了疟疾 而且是蚊虫叮咬造成的 事实上呢 在武汉生活 尤其在军运会那附近的人知道 那一带是没有什么蚊虫的 武汉的市中心很少有蚊虫 而且呢 如果蚊虫叮咬的话呢 皮肤上会留下一个小洞 这是可以看到的 即便运动员说 他们没有被叮咬 因为他们待的这个房间 都是空调房 或者运动场所 也带有空调设施 都有纱疮 蚊子进不去 但是呢 这个金银潭医院说呢 这种蚊子的这个 病菌呢 是能够通过传染 就比如说 你接触了这个病菌 你就可能感染上 当时呢 随队的美国医生呢 是非常奇怪的 后来呢 他对这些运动员呢 进行了适当的割离 而且呢 他向美国政府报告 说这些军人运动员 感染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因为当时 他们不知道这是新冠病毒 哪里晓得中共会如此影响呢 美国政府呢 也后来呢 也就此事呢 与中国政府进行了 多达三十次的交涉 因为当时美国出于担心 担心呢 这个武汉呢 出现了新的病毒 所以他们希望派专家呢 到武汉协助调查 阻击这种病毒 但是却遭到了中共的 三十次的拒绝 如果当时答应了美国的要求 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 如此泛滥的中共病毒了 感谢观看